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宋佩翻译 野兽国多次获奖 其中包括1964年获得凯迪克金奖 1970年获得国际安图生奖等等 同学们 瞧 封面中有一头野兽 他似乎在等人 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他究竟在等谁呢 还有一艘小船 诶 船上怎么没人呢 飞夜上有个小男孩穿着野狼装 他是谁呢 在他的前面有两头大野兽 这两头大野兽怎么看起来有点害怕这个身材瘦小的小男孩呢 在观赏故事之前 老师要提醒同学们注意一个小细节 那就是绘本里每一页画面的大小是否有发生变化 同学们可要仔细观察哦 来 我们马上出发到野兽国吧 晚上 迈克斯穿上他的野狼装 在家里没完没了的胡闹 他把妈妈的白手绢翻出来 继成一条绳子 他想把手绢绳子钉在墙上 这样就能搭一个秘密基地 他要藏在里边吓唬别人 哒哒哒哒哒 白眉毛 你往哪里跑 迈克斯一边跑 一边冲小狗嚷嚷着 妈妈呵斥道 野兽 迈克斯也吼道 我要把你吃掉 妈妈不给他吃东西 要他赶快去睡觉 哼 我才不要 迈克斯气哼哼地想 那天晚上 迈克斯的房间长出了树 长成了一片森林 迈克斯想 瞧着吧 我的森林还会继续长大 森林真的如迈克斯所愿 长到天花板传下藤腕 长到四面墙变成野外的世界 迈克斯张着手抬着脚 他像野兽那样在自己的森林当中行走 玩着玩着 迈克斯想 我曾经听到一个故事 故事里说 在一个遥远的小岛上住着很多野兽 我想去找他们玩 一波波的海浪为迈克斯带来一艘小船 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迈克斯号呢 迈克斯一下就跨了上去 架着小船出发了 过了晚上 过了白天 这艘小船会带他找到野兽国吗 过了一周又一周 过了几乎一整年 终于到了野兽国 一只头上着脚 身上有翅膀 爪的尖尖 龙一样的怪兽 站到了迈克斯面前 迈克斯吓得抱紧了船杆 他 他 他 会吃我吗 龙怪兽也吓得向后仰去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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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吃我吗 他们俩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谁也不敢靠近对方 当迈克斯准备登上野兽国时 野兽们在岸边 发出可怕的吼声 露出可怕的牙齿 转动可怕的眼睛 伸出可怕的爪子 他们从没见过 穿着怪兽衣服的男孩 迈克斯想 我刚刚见过那只水上怪兽了 哼 再来几只又能怎样 别再想把我吓坏 迈克斯对他们说 不许动 他狠狠地瞪着野兽黄黄的眼睛 一眨也不眨 对着野兽举起他的小胳膊 口里念着咒语 乌里马亚他 让野兽国的怪兽乖乖听话 不然我会吃掉它们 野兽们吓坏了 说他是最最野的野兽 野兽们要迈克斯做野兽国的国王 听他指挥 现在我们开闹 迈克斯大声说 足利我们的国王月下 你看 官兽们好像迫不及待的要一起闹了 迈克斯一声令下 闹 只听得森林里传来一阵阵嚎叫声 只觉得大地在抖动 官兽们跳起又落下 官兽们看着月亮闹开心 我们来比赛 看谁掉在树上不掉下来 好 我们天天都会玩这个 那我们一人一棵树 你们准备好了吗 迈克斯想 我是国王 我要巡游整个野兽国 他骑上那只人脚野兽的背 大声地说 快点 带我去别的地方 我们去别的地方咯 玩了整整一个晚上 听 迈克斯喊道 他不准野兽吃东西 要他们去睡觉 这时候 迈克斯国王觉得好孤单 他想回到最爱他的人身边 忽然 他闻到了好吃的味道 从世界的那一头 远远地飘过来 他决定放弃野兽国的王位 可野兽们大声喊 不要走 不要走 我们要吃鸡鸡 我们好爱你 迈克斯说 不行 野兽们发出可怕的吼声 露出可怕的牙齿 转动可怕的眼睛 伸出可怕的爪子 但是迈克斯还是上了他的小船 挥手向野兽们说再见 小船 走了记忆一年 过了一周又一周 过了一整天 迈克斯越来越想念他的爸爸妈妈 总算回到了那天晚上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发现有晚饭等着他 还是热的呢 各位同学 你们喜欢野兽国这本绘本吗 接下来 老师将带领大家 边思考边解读这本野兽国 首先 同学们仔细看看这幅画面 说一说 迈克斯都干了什么好事呢 这幅画面只占了 跨页的一小部分面积 作者到底要向读者 传递什么信息呢 这幅画面的墙上挂着一幅 迈克斯画的画 他画了什么呢 他想要表达什么呢 为什么妈妈不给迈克斯吃东西 要他赶快去睡觉呢 这三幅画面中 迈克斯的表情有什么变化呢 同学们是否还记得 老师一开始提醒大家要仔细观察一个小细节 那就是绘本里每一页画面的大小有没有发生变化 不知你观察到什么呢 来我们一块看看 第一画面 第二画面 第三画面 第四画面 第五画面 第六画面 从第一画面到第六画面 你发现画面的大小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这跟迈克斯的心情变化有什么关系呢 迈克斯进入野兽国时 背对着读者 你是不是特别想看他的表情呢 那你觉得此刻的迈克斯脸上会露出什么表情呢 瞧 第七画面已超出页面的一半了 再看看迈克斯脸上的表情 这代表什么呢 想一想 迈克斯的船能够靠岸吗 为什么呢 迈克斯看到野兽时露出什么表情 这几头野兽可怕吗 仔细观察它们的样子 你觉得它们长得像什么呢 同学们 来对比这两幅画面 你有什么发现呢 哎 画面里又出现了一头野兽 它长得像什么呢 为什么它要躲起来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画面里又多了一头野兽 它长得像什么呢 哪一头野兽长得最特别呢 说一说它的特别之处 你认为它是谁呢 接下来的这三页里只有画面 完全没有文字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呢 仔细观察 仔细观察每一头野兽的眼神 你觉得它们在想什么呢 为什么迈克斯不准野兽吃东西 要它们去睡觉呢 哎 这句话是不是在哪儿听过呢 迈克斯在野兽国里跟野兽们一起玩 一起闹 应该很开心才对呀 但是 为什么它却觉得好孤单呢 同学们 对比第一画面和第十五画面 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 野兽们说 我们要吃掉你 我们好爱你 这句话让你想到什么呢 瞧 迈克斯坐船回家时 画面变小了 说一说 他此刻的心情如何 对比这两幅画面 你能看出有什么不同点吗 这说明了什么 故事的结束没有画面 没有颜色 只有还是热的呢 这五个字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同学们 说一说你的感受 同学们 请大家认真思考以下三道问题 一 为什么迈克斯的妈妈 有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在画面里呢 二 为什么迈克斯会想象自己到野兽国去呢 三 在绘本里的画面中 月亮出现了很多次 有漫月 也有弯月 究竟月亮代表什么呢 小故事 大启发 不论大人 或是小孩 都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 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如何管理和排解坏情绪 同学们 当愤怒 恐惧 失落 挫败 嫉妒 无助等负面情绪找上你时 你就得给他们找一个出口 你不妨像迈克斯一样 给自己一个自我冷静的空间 并展开幻想 在想象的世界中 让那些令你不安的情绪 得以排解 在野兽国里 迈克斯成功驯服了野兽们 也尽情宣泄了负面的情绪 一段奇幻的想象 一段奇幻的想象就排解了迈克斯对妈妈的不满和愤怒 然后她带着孤单 饥饿的身躯 心平气和的回到真实的世界里 等着她是妈妈准备的爱心晚餐 她知道不论她的情绪如何糟糕 妈妈都会用爱一直守护着她 各位 除了自我冷静和展开想象 爱也是排解 坏情绪的万能武器 只要一句爱的慰问 一个爱的拥抱 一顿爱心晚餐 就能收获奇效 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都要善用这几个法宝哦 同学们 想必你们也有一条皮胡闹 而被父母训斥的时候 如果你是迈克斯 你会如何排解对妈妈的不满和愤怒呢 请同学们点击以下网址 把你想说的话都写下来 好 今天的绘本导读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